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中美双方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 在进行了深度的沟通之后 发表了成果的文件 也就是联合声明 在这样的一份联合声明中 大家会关注到首先的一个信息 是中美双方都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以气候变化危机 以气候危机来认定双方之间共同努力的方向 来提升气候变化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种重要性 是双方认为未来两国之间合作的一种 必要的议题 而同时从这一份联合声明中也可以看出 双方强调的是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公约 以及未来要通过进行峰会等方式 来进行下一步的努力 对彼此之间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努力 以及未来的合作的走向 都持相对积极的态度 而且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下一阶段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的方向 有一些这种行动计划上的规划 这就说明了中美此次的沟通是较为深入的 而且是有建设性的 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这样的一次沟通 应该说背景是十分复杂的 近一时期 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 不断地释放出负面的信息 包括与美国的地区盟国不断地勾连 在干涉中国内政 对中国进行打压 甚至军事威慑等方面都有一些动作 所以此时对于中美双方 就地区和国际问题 尤其是像气候变化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 进行沟通 本来是产生了一定的干扰的作用 尽管美方一再强调 双方之间在这种国际问题上的合作 是应该相对独立出来 不受其他方面的影响 中方也提出 中美之间要列几个清单 其中有相对的解决分歧的清单 也有应该说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合作的清单 但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清单应该是双方共同努力 共同来列出的 而不是一方给另外一方开单子 要求另外一方来进行配合 也就是说美国在对华的政策的问题上 不能够摘樱桃 不能够只要自己想要的部分 而对中国不想要的部分 还要强加给中国 所以大家会看到气候变化问题 尽管是中美当前合作的重要的领域 但是也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大局的影响 这也是中方希望美方能够了解到 能够关注到的重要的信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